好了 玫瑰的故事终于看到了第28 29集了 这两集看的我比之前书信多了 乳线也通畅了 大家别说什么你是男人怎么也用的乳线 这个多看看书 男的也有乳线的 谁的乳线都是乳线 这两集刘依妃演的也是真的挺好的 庄国栋回来找他 他面对庄国栋时候那种松弛和云淡风轻 很明显玫瑰已经把他放下了 放下一个曾经很爱的人 那种状态就是淡薄的 平静的 并且是无所畏惧的 无论是曾经很爱或者是很恨 这个人都不会在你的心里再有任何的波澜 能掀起任何的涟漪 也不会让你想要在这个人面前花心思美化自己 你不会介意把自己当下的生活 最真实的一面展示给对方 因为你已经不会在意对方的想法了 刘依妃就是把这种感觉完全演出来了 就是I'm totally over you 而且剧情里面呢 玫瑰也没有再逃避面对庄国栋 所以国栋在这块才算是真正落幕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大家恨得牙痒痒的这个方歇文啊 他也是真的该下线了 骂骂咧咧之后 确实不能在离婚的问题上极限拉扯了 看来编剧和导演还是比较体恤观众的感受的 也就几集的时间 这要是在现实生活中 方歇文这样的人 大概率是不会轻易放手的 这个离婚的过程肯定是漫长而纠结的 还好这是个电视剧 后面看了预告 对孩子的抚养权可能还有一些纠缠 不过方歇文这段 到现在也应该算是基本上就过去了 然后就是第28集 看到玫瑰离婚之后 带着孩子回到爸妈家 我这个嘴角就再没放下来过 真的是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短短几集的电视剧 居然让我感觉像是过了几个世纪 不得不说方歇文你可是真行 而且傅嘉明在这个时候也是终于上线了 他和玫瑰就是属于那种灵魂伴侣 SoMate 玫瑰给美术馆设计的密室游戏 他瞬间就反映过来 也就得是他 说实话 我要是拿到那个钥匙 我可能当时就懵了 毕竟那是个美术馆 谁能想到会有这样的小游戏 不瞒各位 我看到傅嘉明拿到钥匙到处张望的时候 我还以为他要去找Tina还钥匙 所以说 这个SoMate真的不是谁都能做的 哪怕是知道后面玫瑰又要痛苦了 但是也很欣慰此时此刻 傅嘉明带给玫瑰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今天确实没什么好骂的 感谢第28第29集 让我做回了一个情绪稳定的男人 毕竟明天可能又要被虐了 再说两句林更新 林更新今天晒出了 他在朋友圈里跟朋友的一些聊天截图 朋友们都在怼他 都在骂他 然后他流了一句言叫破大方 他真的是被各种喷 真的是被身边真实的朋友各种喷 可见方歇文这个角色 林更新塑造的确实不错 不得不说林博士演戏还是有两下子的